接著請洪孟凱委員 主席謝謝麻煩請蘇貞昌院長 請蘇院長 請蘇貞昌院長 館長 館長 早上你來立法院的時候 都會有警備隊陪同您一起過來嗎 對不對 我想警官隊可能每一個人 你都不一定認得啦 但他們至少穿的衣服打扮服飾 你應該每天朝夕相處 你應該都認得出來嗎 不一定 不一定喔 但是基本上警官隊陪同您出來的時候 是不是也跟您一樣都是穿著西裝領帶 不一定 也不一定 那來立法院咧 他們 來立法院總有個統一標準吧 沒有 也沒有統一標準 我看有時候會穿西裝有時候穿什麼 都有他們的規定 是嗎 內政部長是這樣子嗎 我們行政院長來立法院備詢的時候 衣服可以隨便穿 他們基本上他們有很多的制服 對 但是來立法院 他們有西裝 也有他類似中山裝 是啦 那來立法院啦 不過今天 就是剛剛我想媒體也登出來了 是 那一個員警他穿的是西裝 是西裝嘛 來我們看一下畫面喔 所以看到他有 這個是你的隨扶嗎 這個是不是隨扶 這個是不是行政院警備隊的人 警官隊的人 這我不認識 不認識 我不認識 比較外圍啦 我這不怪院長 因為畢竟院長日理萬機啦 不可能每一個人也都認識啦 但是確實 這一個人親口證實 他就是行政院警官隊的人 而行政院警官隊來行政院 來立法院 陪同行政院院長來立法院 照理講是保護行政院院長嘛 何以他沒有在院區裡面保護院長 反而他跑到了這個議場前面 跟紅樓101的中間這邊 而且疑似我們委員經過都有聽到說 他有在匯報啊 這個 他匯報講說國民黨團在開會了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齁 事實上這個每一個每一個門口路口 都有警官這個是十幾年來都這樣 部長您只要告訴我 行政院警官隊陪同行政院院長來立法院 他主要的工作是什麼 他都是負責為安啊 為安嘛 那為安就是保護 為誰的安 行政院院長的安嘛 當然 所以保護行政院院長 他是不是應該要陪同行政院院長 而不是四處散播 並且來通報立法委員的行蹤 還在以前不管政黨輪替之前 通通是這樣子 沒有 沒有這樣子會吧 那是把立法院當成是危險的機關 把立法委員當成是恐怖分子 沒有 這個因為也會有每一個 刀求部長好好的去徹查 為什麼通報國民黨團的行蹤 事實上他 立法委員不是恐怖分子 我們113席 不管民進黨 不管國民黨 不管任何政黨 我們都代表的是我們背後的民意 所以 不是恐怖分子 也請 部長好好的檢討行政院警官隊 的這個通報系統 這樣可以嗎 他會說他們都絕對沒有跟你們聽 所以我說 好好檢討 如果說把立法委員誤認成恐怖分子 那這樣就嚴重了 不會這樣子 不會這樣 所以說好請好好檢討 立法委員絕對不是恐怖分子 好謝謝 再來院長 還是要回歸請教您 上個禮拜五 您短短的三分鐘左右的這個施政報告 對於進口瘦肉精豬肉 沒有提到 但是現在有高達七成的民意 其實反對瘦肉精豬肉 而且從8月28號 蔡英文總統宣布之後到現在 民眾對於瘦肉精豬肉的這個警示 憂慮沒有消除 反而越來越增加 很多的民意機關跟民意調查都有看到 院長 您到目前為止都還不願意 針對政府開放瘦肉精豬肉這件事情 公開向國人道歉 施政報告也沒有回應 到底在傲慢什麼 我不是傲慢 而上個禮拜五來 絕大部分的報告內容 都在談有關美豬美鳥的事情 可惜因為 有些立王委員現場的喧鬧 以至於你聽不清楚 後來我為了讓國人同胞 您那四分鐘沒有提到瘦肉精豬肉 再錄一段向國人同胞報告 你也可以參考看看 我們有要求說 您針對行政院針對 開放瘦肉精豬肉這邊來道歉 但是您到目前為止 沒有對全國人民公開道歉 可是您可以為了您的一個愛將 現在的前發言人 丁發言人 你可以三次道歉 二十四小時內三次道歉 但是為了開放瘦肉精豬肉 到目前為止 全國人民等不到您一句道歉 到底您的道歉 對於全國人民來講 全國人民有那麼卑微 等不到您一句道歉嗎 不是這樣子結論 也不是這樣子講 我的態度始終是 如果有錯 就要認有過 所以您認為現在開放瘦肉 沒有錯 與台灣 因為要跟國際做貿易 所以我們不能鎖國 不能自己定貿易障礙 沒有人要鎖國 沒有人要自己定貿易障礙 也要保護國人的健康 這個也做為第一 行政院一定努力來做 如果做不好的地方 所以到目前為止 您是不是要 那我們今天來做 我可以這樣子請教 您在任期一定有一個期限 是不是 我們這個沒有期限的 沒有期限 但是一定有 總是有下台的一天 對不對 所以你是不是 在行政院長任內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您都不願意為瘦肉精豬肉 開放這件事情 向國人道歉 不是這樣 委員你這個講法 這種結論不對 到目前為止沒有 但你是不是 不願意為了這件事情 通開道歉 不是願意不願意 我的態度始終 是我一定保護 院長不用再繞圈子了 再來 院長再請教 你做的結論是不對 再來請教 院長 您一個禮拜吃幾次煮牛肉 平常家裡是沒有煮牛肉 平常不會吃 所以幾乎一個禮拜 你還吃不到任何一次牛肉 如果有機會 就吃牛肉 也有 我沒有禁吃牛肉 那在吃牛肉的時候 有看他是美國牛 澳洲牛 還是台灣牛嗎 有 有看 那你通常都選擇哪一個牛吃 我跟國人同胞的口味差不多 但作為行政院長 不會有乙在這裡講 我特別喜歡哪一個 這樣對其他的國家不太好意思 你一個禮拜吃幾次有嗎 不太多 不太多 好 院長您一個禮拜吃幾次豬肉 豬肉比較多 豬肉比較多 其實符合我們國人的飲食習慣 我可不可以這樣子請教 你可能每天都吃得到豬肉吧 因為你分數不計嘛 所以基本上你每天都吃得到豬肉 應該是差不多每天都吃牛肉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國人同胞最擔心的 行政院現在一直講說 馬政府時代開放美牛 所以我們現在要開放 萊牛 所以我們現在要開放萊豬 但是重點在於是 牛肉豬肉 國人飲食習慣就不同啊 如同院長您剛剛講 一個禮拜可能不一定吃得到一次牛肉 但是你天天都吃得到豬肉 所以我們對於豬肉的管控跟豬肉的擔憂 又不是比牛肉來得更大 那現在要開放的時候 又沒有標示萊克多巴胺 人民怎麼能夠選擇 人民怎麼能夠判斷 人民怎麼能夠相信說 我們現在吃得到豬肉 是安全無餘的豬肉 這個很清楚啊 遠的就是台灣的 三角形就外國的 重點就是 我現在講的是萊克多巴胺啊 我吃的也是台灣啊 所以院長你剛剛也承認了 國人的飲食習慣如同跟您一樣 您也沒有特別挑食 所以每天都吃得到豬肉 但是不一定一個禮拜吃得到一次牛肉 所以牛豬本來就應該分離嘛 這個我們對於標示清清楚楚 院長再來喔 院長沒關係 標示的部分等一下我們還要再談 院長再來請教 剛剛林一華委員有特別討論喔 我想 大家都有子女 大家都也都有孫女啦 有一些國小國中 我們一直在講是說 學校衛生法第23條 沒有辦法明白的路法 禁止學校不要使用 含有萊克多巴胺的肉品 我搞不懂 這個行政部門到底在主當什麼 教育部當時在教育文化委員會的時候 有討論講說不用路法 因為契約上有表明 但是我認為不夠 所以我今天公開再請教一下蘇貞昌院長喔 院長您看一下這個條文啊 有鑒於瘦肉精跟瘦體素 萊克多巴胺乙型瘦體素 如果說過量的話 可能會導致這個心計等等的部分 國中小跟高中學童在發育階段 所以政府對於校園食品更加嚴格把關 保障學生食品安全跟落實學齡兒童的健康飲食 提案學校衛生法第23條的修正 來請教 院長我能不能請教以你更高的高度喔 知不支持這樣子學校衛生法修法 來明確讓國人知道說政府跟人民站在一起 堅決反對國中小不要吃到瘦肉精豬肉 委員立法是貴硬的職責 而律政一定徹底做到 讓國中小實用本國食材 沒有院長我講的是說 因為部長我們在提出這個修法的時候 部長認為說不宜修法嘛 就說現在契約已經有做 但我們就認為說契約不夠嘛 而在場的民進黨的委員也到最後 舉手否決嘛 但我現在院長是一個高度 也是我們行政院最高行政機關首長 所以我想請教您認不認同知不支持 如果你支持的話我們再來提案啊 再來修法啊 立法是貴硬的職權我們尊重 但現在的華已經足夠讓我們做到 國中小吃的都是北國食材 就是不足夠所以學校衛生法才會討論嘛 那我現在只想請教院長您覺得這個條文有沒有問題 我覺得委員圖 圖法不足以自行 你以為立個華就通通到 但是就是要明確的禁止受惡的豬肉 院長您直接我們針對這個討論嘛 23條的修正您覺得這樣子有沒有問題 會不會有歧視的狀況 我覺得我們現在很清楚的 就目前的華我們已經足夠讓國中小都使用北國食材 所以您覺得現在的法就已經足夠了 不需要修正 我們現在一定做到會 不需要修正 我們現在已經足夠 所以您覺得現在已經足夠不需要修正 我們不會送出這個修正案 我們認為現在已經夠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院長 這個其實是2018年民進黨委員所提出來的修正案 當時的民進黨委員提案呢 有陳婷飛有莊瑞雄 而當時院長您的女兒 也是我們現在的同事蘇巧惠委員 她也公開聯署 換句話說 如果院長您剛講的 現在的法已經足夠了 那2018年民進黨委員在提這個修法是修什麼 當時的聯署是在做什麼 難道是當時的行政院長賴清德比較沒有保障 比較沒有破例 現在蘇貞昌比較有破例 所以這就是凸顯了前後矛盾前後不一嘛 這也就是為什麼國人同胞現在會覺得很擔憂 就是民進黨政府雙重標準 不過才兩年耶 你這個結論是不對的 不過才兩年耶 2018年蘇巧惠還聯署說要修這個法 結果現在2020年你居然不讓他修 你現在看我在皇制會做出文 你看我們就做得到 所以賴清德做不到 那時候是賴清德當行政院長啊 你要怎麼講 但是你的發言 但你現在講說蘇貞昌做得到就代表賴清德做不到 我現在會做出文守得很好嗎 你看我們疫情也守得很好嗎 委員你要公道條件 我覺得這一點就是國人同胞為什麼會認為 現在宣布三個月左右 沒有委員會也都在開 但是國人同胞越來越對於萊豬進口沒有放心 不相信 因為我們要求的一個修法都修不到 而兩年前民進黨的委員也提過一樣的修法 一樣的版本 當時民進黨委員還要修這樣的一個部分 現在你告訴我們說不用了不用修 完全就讓大家覺得是雙重標準 不不不 依法行政 現在的話 沒有 已經夠我們做到版本 所以那就是 那你就講說2018年那時候民進黨委員就是多此一舉 民進黨委員他們提案 連署是不需要的 委員我從一開始就講 所以你沒有辦法自圓其說嘛 委員你做的結論 我們是說茶廠的部分 來院長我再來請教茶廠 茶廠 現在是舊廠有進來美豬的就不查 新廠才要查是這樣子嗎 但如果這一部分我請部長給你說明 行政院已經清楚的表示 在有成就有進口過的這些廠 因為在衛生安全已經行之有年 所以會讓他進來 但是為了這萊克多巴胺的查驗 我們會逐批逐批查 沒有進口過的 沒有茶廠前 我們就佔不進口 我想我們國人除了關心萊克多巴胺 豬肉以外 還更重要的也關心說 這個豬內障的處理狀況 所以我們講說過去 豬內障這個處理狀況 我們不應該要再去查場 確認一下豬內障他們的處理狀況 是不是也符合食品安全標準嗎 因為我們也都知道 就像蘇貞昌院長很喜歡吐槽 只要有去美國念書 美國工作都會講說 你那個時候在美國沒吃豬肉嗎 但是我們要講 任何國人或是任何人 到美國工作或留學 他吃到美國豬或美國牛是不得已 他們有選擇啊 但是台灣人是有選擇啊 我們在台灣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吃到美國豬 美國牛 所以也一樣嘛 我們台灣的飲食習慣有吃內障啊 那我們不應該再去看看 我們現在有進口的53家豬肉廠裡面 他們豬內障的處理狀況 符不符合健康安全法規嗎 我們都會分標 進來會分 進來是茶宴 來院長 院長來 不好意思我幫你順便一下 因為我有跟陳時中部長去台北港看 所以我可能比您更了解 這一個部分 茶宴的時候都已經裝箱分批好 冷凍冷藏都一箱一箱的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看清楚說 源頭他工廠的時候怎麼處理這一些 牛肉豬肉牛類障豬類障 所以才需要去看廠他們在源頭管理 有沒有符合食品安全標準嘛 那現在告訴我們 舊廠不查只查新廠 那舊廠的處理狀況有沒有符合安全標準 舊廠因為他已經有今年的輸入 都沒有衛生安全的問題 而且我們在驗的時候 並不是只有驗萊克多巴胺 我們包括 部長我們最近一次五十三家廠去查驗是什麼時候 部長我們最近一次五十三家廠去查驗是什麼時候 哪裡說 你說現在我們進口美豬五十三家廠嗎 我們最近一次去查驗是什麼時候 美豬的製造廠我們從來沒有查過 沒有查過嘛 那不就應該要去看嗎 所以這就是我們現在強調重點 國人同胞為什麼 部長院長您到現在還看不到 國人同胞不信任的原因 就是我們連派人去看一下他工廠 怎麼處理那些豬內障 怎麼處理那些豬的這個部分 讓他符合食品安全衛生 他怎麼包裝的 連這都做不到 所以你就講了 去查查是看他怎麼處理嘛 但進來是查驗看他什麼含量 所以這兩個不一樣耶 院長 所以查驗 沒有如果說我在工廠 如果我沒有符合安本法國 我沒有穿標準的衣服 我沒有在標準的環境衛生裡面做 那你能夠知道嗎 這不就是讓大家覺得浩劫 好再來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標萊克多巴胺的含量對不對 我們現在是不是不標萊克多巴胺的含量 我們不標肉品不標萊克多巴胺嘛對不對 不用法律來定資 那我們標產地 能不能標廠商 委員 能不能公開廠商哪一些廠商進口的肉 有萊克多巴胺哪些沒有 讓國人可以去選擇 他至少選品牌吧 委員是這樣啦 我們標的是產地吧 但進口廠商 他為了促銷它的產品 他要加怎麼樣的標 那這個這種廠商 是商業行為 您覺得有任何一家廠商 會公開告訴大家說 我這個是萊克多巴胺嗎 當然要政府 所以說這才是政府需要做的 我現在請教部長 我們能不能去看哪一些廠商有萊克多巴胺 我們告訴國人 哪一些品牌的肉 是有萊克多巴胺的 能不能做到 基本上根據美國所公告的這樣的網站 都要放在我們自己的網站 讓大家容易查詢 那也是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去宣傳 美國哪一些廠牌的豬肉 是萊克多巴胺的 之後我們來宣導 告訴民眾 看到這幾個牌子 我們就不要買 如果你有萊克多巴胺疑慮的話 是這樣嗎 委員不用宣導啦 不用啦 清清楚楚 不清楚 就是因為不清楚 就是因為不清楚 民眾跟我一樣 百分之七十個民眾 都覺得現在政府說不清楚 所以我才會用我的時間來詢問 能不能做到 我只要請教 能不能做到 院長還是部長要回答 在以這樣的一個交易行為的思考 能不能做到 進口商大家都是非常smart的生意人 他們知道市場 不是 能不能做到 我現在是講 我們政府部門 能不能為台灣民眾做到 至少標出 哪一個廠牌的豬肉 是用萊克多巴胺 能不能做到 政府 對不對 我剛才講過 連將也不行 我們真的怕得罪美國的豬肉商 沒有 這基本上就是 大家有很多的方法去達成 讓民眾安心 安全我們可以保證 主委 能不能做到 連將也不行 我跟你報告 是怎樣 美國政府比我們高 一切 連美國豬肉商都比我們高 我們連美國豬肉商都不敢得罪 你跟我講一下 我保證 國三地的所有的加工業 都是沒有萊克多巴 來 好 我們再來看下一張 主委 要講這個我們就來講 來 主委 你有講過 這個是 來來上一張 陳時中部長 11月23號 美豬不等於萊豬 萊豬不等於毒豬 陳時中部長 這你講的話 當然是這樣子 好 再下一張 農委會主委 又告訴我們 只要看標示產地是美國 就可以清楚分辨有萊劑 所以產地標示美國 意義就很清楚 所以美豬就是萊豬 到底哪一個人講的話是對的 主委 會避免這樣的可能性 到底哪一個人講話是 到底是美豬就是萊豬 還是美豬不等於萊豬 美豬就是萊豬 是國民黨講的 不是我講的 我講的是說 剛剛這不是你的話嗎 我的話沒有講美豬就是萊豬 我講的 美國進來的 但是標示產地 意義就很清楚 只要看產地 我就可以清楚辯論 是否有萊豬怎麼辯論 那就是美豬就是萊豬 不是嗎 十三個國家的 不然院長怎麼解讀這段話 院長您解讀一下 陳時中部 陳建宏主委說的話 主委說得很清楚來 我們現在把十三個國家 的主委會進來 真的沒有清楚 九個國家 歐盟是沒有萊豬磅 四個又要證的 就是美國加拿大 過去 來 主委沒關係 過去為什麼 我們第一名發言人 他會把美牛就是萊牛 為什麼民進黨的議員 會去把人家家樂福大賣場賣的美牛 講說他就是萊牛 還說這一塊很好吃 就是因為所有的政府部門都在誤導 你只要看到產地是美國 他就非常清楚 有可能就是萊牛 那一樣的道理 你以後是不是美豬 就等於是萊豬 在美國是養牛肉 因為他至少養的 那個時間比較久 所以大部分的牛肉是有用萊克多巴胺 這個用萊克多巴胺之後 不代表你在牛肉的檢測上面 會有所謂的安全容許量 所以現在您又要怪是說是人家有用 只是沒有檢查出來 這是我們農委會主委要跟大賣場說的 要跟牛肉麵店說的 我在講的意思是說 牛肉跟豬肉 他們在吃的時候 萊克多巴胺是不一樣的 院長我再請教 院長因為時間有限 比較抱歉 院長 剛才你有回答蔣萬安委員的時候 有說到說 美牛等於萊牛 美國來的就等於是萊克多巴胺來的 萊克多巴胺來的 萊克多巴胺等於是毒 這件事情你不認同 對不對 我沒有這樣說 不是這樣說 韓萊克多巴胺 全部等於有毒 加一支毒 說這個 美國的牛肉或豬肉是有毒 你們加一支毒 所以 韓萊克多巴胺不等於有毒 對不對 是他們這樣說 不用啊 是我只是請教院長 你認為韓萊克多巴胺等於有毒 這個成立嗎 不是這樣 是在安全容許指 一下 是安全的 OK 所以韓萊克多巴胺不等於毒 這件事情 你不接受 不同意 是韓萊克多巴胺 我們來看一下 是誰把萊克多巴胺等於毒 這件事情 告訴國人的 來 2012年吧 如果沒記錯的話 反什麼牛 反什麼牛 反毒牛 為什麼說反毒牛 因為他們當時就講說 萊克多巴胺等於有毒 所以要反毒牛 這些人 院長你都認識嗎 都認識嘛 都很眼熟嘛 我們再看下一張更近一點的 反什麼牛 反毒牛 所以 這不就是最道道地地的雙重標準嗎 誰告訴我們萊克多巴胺等於有毒 民進黨 誰告訴我們萊克多巴胺不能吃 民進黨 所以現在民進黨要進萊克多巴胺豬肉 院長他又講了 你可以一個禮拜不吃牛肉 但是你每天都會吃到豬肉 所以你要進口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不就等於是要為國人毒豬嗎 你要揭露完整 所以 你揭露完整 這哪裡不完整 這個照片有哪裡不完整 我有哪裡變照嗎 國際標準出來 這個有哪裡變照嗎 反毒牛 反毒豬 大家都反 大家都反 你不要舉量嘛 所以是反毒喔 不是反來喔 當時的蔡英文 當時的游錫坤 不是反美喔 全部都錯 只要有毒 我們都反來 沒錯嘛 部長 院長 這一點也是為什麼我們也在強調 那你民進黨不要雙重標準啊 你知道的時候 你現在不要跟國人公開道歉 你當初講錯了 人家萊克多巴胺不是毒 你要不要為了這件事情 跟國人公開道歉 這個毒大家都反對 但 在安全容許值以下 就不是毒啊 最後喔 最後喔 來我們再來喔 最後 院長 我覺得沒有辦法 你看的這個照片 你告訴我們 這是誰挑起的嘛 不是 這個就是你民進黨挑起嘛 我在 2011 7月8 因為那時候你沒有在裡面 所以說我不會應扣你帽子 但是 這一些人是不是講錯了 不是 毒 大家都反對 不是嘛 但 在安全容許值以下 你看 你又在跳針了 當時也沒有講說萊克多巴胺 你當時就講到萊克多巴胺 你當時就講到萊克多巴胺 就是講說他就是有毒 所以 所以才會有上街頭反毒牛 只有反來齁 反毒牛 才是 通通包掛 那個才是不科學 院長 我最後啦 時間真的有限喔 來 我們看到最近有 媒體做民調 我想最後 院長 也許您覺得一個立法委員 代表一個選區 聲音不夠大 國民黨三十 現在我們三十六席 質詢可能也不夠大 聲音 但是 民意的聲音 您應該聽到吧 我們看一下 這是最近最新做的喔 如果沒記錯應該是上禮拜做的 贊不贊成舉辦公投 要不要開放瘦肉精的豬肉進口 有高達六十七%的人贊成 如果說辦瘦肉精豬肉的公投 你投進口同意還是不進口同意 有高達六十八%的人 不進口不同意進口 再來 明年開放瘦肉精豬肉 你會不會去購買 有瘦肉精的美國豬肉 在開放跟秋豆 有高達越來越多人選擇不會購買 八成市的民眾 全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八成市是什麼概念 八成市是超過一千六百萬人 都覺得購買 再來 你擔不擔心 未來外面用餐的時候 可能吃到寒瘦肉精的美國豬肉 不擔心的人越來越少 擔心的人越來越多 而過去這三個月 政府一再的農委會講說會貼標示 衛福部一下子說要查場 一下子不查場 一下子又說明年新場查就場不查 國人的反應最直接 越來越多人擔心外面吃到瘦肉精豬肉 越來越多人講說他不會買美國瘦肉精豬肉 越來越多人同意明年公投的時候 要投下反對瘦肉精豬肉進口的票 院長 您要不要回應一下民意 我們對於民意非常尊重 而且我很重視人民的感覺 那如果就單純 什麼都把它切割開來 只有就這一件事情來 我相信當然會有高比例的民眾 有疑慮 可是你如果整個看台灣 要跟世界來往 台灣靠貿易立國 我們又不能鎖國 那我們行政院要不要也做個民調 我們行政院要不要也做個民調 如果開放豬肉 一分鐘 一分鐘 我的時間就剩一分鐘 抱歉沒辦法 我一定 讓民眾清清楚楚看到 這個豬肉是哪一國的 原的是台灣的 三角形是外國的 院長您又再重複了 院長對不起 那我最後一分鐘 院長我想請教 上個禮拜 11月22號 秋鬥遊行 有非常多人上路上街頭 超過六萬人 並且他們民間團體 把蘇貞昌 陳吉仲 陳時中並列 開放瘦肉精豬肉的三大主謀 我們現在在講 你覺得六萬人上街頭 夠大聲音了嗎 民進黨政府還是不考慮要退回 就對了 委員 不要說六萬人 六百個人 我們都很尊重 是 但是 六萬人上街頭 你不考慮退回 那多少人上街頭 你們才願意思考 明年一月一號 不要開放瘦肉精豬肉進口 不是這樣 而是 我們一定讓 政府是人民選出來的 政府要聽民意嘛 所以我現在請教 多少人上街頭 你們才願意收回成命 不是 不是 所有人上街頭 你都不願意收回成命 你不要做這樣 好 謝謝